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这里修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依然看的是一套定制大豪宅 这套房子是位于修斯顿memorial这个区域的 这个房子是不太到500万美金,是400多万美金 但是这个房子在这个价位区间,豪宅价位区间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套装修的房子 因为这个房子门口的书房的地板都是从欧洲古堡那边 把古堡里的地板撤下来 然后又从欧洲大到远运到美国来的 再包括这个房子的这个镜子都是古堡里面的老物件古董镜子运过来的 还有这个主卧的双开的门也是古堡里面的门运过来的 包括洗衣房的橱柜都是意大利那边专门运过来的橱柜 所以说整个房子的基调是非常新的,完全新房子的基调 可是里面的装饰品有很多的古董放在里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在这个价位区间还是很有感觉,很有调调的 如果您对这种房子感兴趣,欢迎加微信观众,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Jerine,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memorial 这个富人区的一套大豪宅 这个房子的价位是450多万美金 450多万在休斯顿的整体房价当中绝对是豪宅的价位了 当然了,哪一个城市都会有更贵的,上千万的房子都有 但是上400多万的房子在memorial也算是价位比较高的了 这个房子是完全纯新的房子 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看的豪宅就会感觉它的装修也很朴素 但是贵就贵在哪呢?贵在位置上,贵在富人区的这个区域位置 也贵在整个城市的位置 更贵在装修当中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包括一些你觉得老旧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这个房子吧,你看就是很朴素淡雅的这个样子 非常简单的一个装修基调 现在的豪宅最流行的就是这种简单风的装修基调 一进门的右手边这边是一个主人的会客厅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面大镜子是从欧洲的古堡当中 撤下来拉过来的一个大镜子 然后这个里面看到的这个书房里的地板 就是从欧洲古堡里面撤下来的地板 然后一块一块拉到这边呢,就一点一点拼上去的 所以豪宅当中有些这样的装修的点缀是非常值钱的 高条的这种大窗户 包括这个书房当中所有的柜子都是镶嵌室的 定制的全都是石木的 这些元素就比较多一些 书房的旁边就连着主卧 但是我们现在先不从这边去主卧 我们是先从 先去客厅看一下 这个房子的屋顶是石板屋顶 它比那种我们以前叫的tire roof更好 也是终身保修的 就是说终身不用换的屋顶 右手边这边是楼梯 然后左手边这边是一个酒吧台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厨房的位置 厨房 餐厅 然后客厅 落地窗 都是铁衣的落地窗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铁衣的落地窗 全是铁的 客厅虽然不是高调的 但是调的也比较高 是13至15个费的 因为它是有一些这个楼空的 所以就是有的地方是13个费 有的地方是15个费 包括您看的这种大的厨子 还有所有的壁厨 全都是镶嵌在里面的 然后这边呢 是隐藏式镶嵌式冰箱 是有两个镶嵌式冰箱的 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冻箱 另外一面是冷藏箱 我们先慢慢看 因为已经是几百万的大豪宅了 所以大多数的像这种石英石大理石 我就不说什么了 这边是冷藏箱 装修材料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个抽屉打开 然后再关上阻泥这种 肯定是都有的各种小细节 然后六头的大的这种炉灶啊 然后犀利比较强劲的抽烟机 这些全都有 包括这个铁板 中间的铁板烧的地方 这些因为它都是几百万的豪宅了 这些肯定是有的 像这种大的犀利的抽烟机 果然内的石英大理石台面 这些都不用说什么了 几百万的豪宅再没有 那真的是很搞笑了 所以我们重点讲的 就是那些跟其他的又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往里走 你看到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呢 其实是另外一个 有的人叫这个保姆厨房 有的人叫中式厨房或第二厨房 这是一个从欧洲古堡那拆下来的一个柜子 里面的这个 里面的柜面是新的 外面的这个门 还有这个金属构件 全都是古董 专门搬过来的 有的豪宅就是 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些小的装饰 就感觉好像还蛮有这个文化基底的 这边是一个 叫Spicy Kitchen 叫调料间吧 也可以当做中式厨房 第二厨房 从这边出去就可以看到院子了 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调料间 然后打开这边的门 这边有一个储藏室 如果您做的料理是煎炸烹炒呢 在这边做就比较好了 所有的门都是八尺十目高门 一般的房子包括一百来万的房子 房子里面的门都是八尺的 但是空隙门 但是这种豪宅就是 所有的门都是八尺十目高门 这个房子是三车库 这边这个门开开 也是车库的另外一个门 也是通往三车库的位置 好 我们从这边出来 就又路过了客厅的位置 现在我们就可以去主卧看看了 往这边走 先是看到的就是电梯 一般豪宅的配置都是有电梯的 然后电梯的旁边是一个储藏室 有的时候有客户问我 两层楼为什么要有电梯 但是豪宅嘛 对吧 没有为什么 就是豪宅标配 然后客人用的洗手间 也是做的比较精致的 金属的部件 加上整块石头的这种sink 就会显得整个洗手间的基调 更加的有点复古的感觉 把筒间 包括现在看的客人洗手间的这个门 也是欧洲古堡 拆下来运过来的 市的这个门也是欧洲古堡 拆下来运过来的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是进卧室的一个客厅 卧室里的客厅 就是这个门 就是欧洲古堡 拆下来运过来的 门后面还有一个储藏间 看到门就看到岁月的痕迹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睡觉的一个区域 那这边就完全是一个 这样推拉门的形式 这个推拉门是石木的 石心的八尺高推拉门 主卧就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主卧的大窗户 也是高八尺的大窗户 水晶吊灯 主卧看出去就可以看到泳池的位置 所有的家具都是RH配的家具 镶嵌室的这个柜子 全都是石木打造的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到了洗手间的位置 豪宅的洗手间 比很多房子主卧都大 洗手间的位置 灰色基调加上金属色的配饰 金属色的这种小的配饰 就是现在最流行的一种感觉 然后旁边是一个马桶间 不管是多少钱的豪宅 就连这种四五百万的豪宅 马桶间都这么小 11M的大理石台面 这种小的装饰品就是比较提色的 因为整体的色调比较淡 镶嵌式的橱棍也都是镶嵌在墙上的 完全都是打造的一体式的橱棍 然后呢这个淋浴间是非常特别的 淋浴间当中有两个淋浴 还有一个top在中间 所以呢如果您在浴缸里已经泡过澡了的话 直接出来就可以淋浴了 不会弄湿外面 淋浴间的上面是一个大的窗户 所以隐秘性非常好 又透光 这个设计真的是很棒的 这个设计元素可以把它放在我自己 以后想定制自己房子的这个idea里面 嗯很漂亮 往里走就是另外一个马桶间 基本上所有的豪宅主 我都会有两个马桶间 然后呢有两个衣帽间分男女 有这个座位的肯定是女士衣帽间了 所有的橡嵌式橱棍啊 全都做好了 全都是纯实木的 有很多客人问我 做这么一个衣帽间要多少钱 其实可能会出乎您的意料 做这样一个纯实木的衣帽间 没有个三万美金根本做不下来 当然了这个房子四百多万的哈 然后它是镶嵌式的一个梳妆台 好我们再去另外一个衣帽间看看 另外一个衣帽间呢 就是一个男士的衣帽间 相对就简单多了 现在让我们再出去 上二楼看看 不管是不是豪宅 其实二楼的构造还是要相对简单很多 一楼的花样会多一些 我们现在上二楼 二楼也都是实木地板 然后这个地板都是宽实木的 你看这是一这个比较宽的那个实木地板 一上来右手边先是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比较大 挑高也比较高 挑高有15个费 但是这也不算是二楼的一个主卧 这个洗手间呢是没有独立浴缸的 先进来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的浴缸 这不是独立浴缸 是淋浴连在一起的 然后这边是马桶间 马桶间再往里走就是衣帽间 所有客卧的衣帽间也全部做了实木出柜 但大多数普通的房子 是不会在客户的衣帽间做实木出柜的 再往里走的这个门呢 就是通往阁楼的门 为什么要留这个门呢 是因为以后这个房子需要修缮的时候 是需要打开门走过去的 全都是实木的 二楼也都是八尺实木高门 中间的这个位置是game room活动室 镶嵌是橱柜 然后那边是卧室 然后这边也是 我们先来这边看看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很大 到400多万的这种定制房豪宅了 这种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改了 打个比方 您要是真喜欢这个房子 您要是觉得有些地方你不喜欢 它还是可以给你砸了重改的 独立浴缸 两个sink 然后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淋浴间 这真的跟普通房子的主卧一样 再往里走有马桶间 马桶间的旁边是衣帽间 好我们现在去另外一个房子 看一下 穿过中间的game room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边这个房间呢 是一个楼上的洗衣房 这个房子有两个洗衣房 楼下有一个洗衣房 楼上有一个洗衣房 包括洗衣房的地面都是有花样的 然后这边是有一个sink 再往里走是洗手间 楼上客人用的洗手间 往里走有两个卧室 我们先看这边这个卧室 每个卧室都是套间 这个卧室的调高相对低一点了 差不多是13个feet的调高 然后过来就是这个房间 这个洗手间没有浴缸 简单一些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衣帽间 所有的衣帽间都做了定制出柜 好我们再去另外一个看看 另外一个卧室调高也是13个feet 然后一进来就看到另外一个洗手间 每个洗手间的感觉会比较接近 然后这边是淋浴间 再往里走是衣帽间 衣帽间的旁边还有一个小房间 这个房间是放监视器的 所有的监控设备都会放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二楼的一个构造 现在让我们去院子看看 这个房子虽然400多万 在最著名的富人区Memorial 但是它的院子占地很小 我们看看院子是什么样的 这就是我们的房子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她院子的位置 一出来先是有一个室外厨房 然后是一个pedio 然后这个 现在您看到画面里的这个女士 她就是这个设计师的老婆 所以这就是他们家盖的这个房子 泳池 然后院子 就这样子这么大 整体的院子其实不太需要去修饰花花草草 还蛮方便的 然后外面是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在泳池游泳的时候 方便洗澡上厕所用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房子的基调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位置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房子位置真的是又进中国城又进市中心 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安全的富人区 除了贵就没毛病 我们先看一下她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就是在修斯顿Memorial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我们可以放大一下看看它在哪里 我们现在在大地图上来看就能看得到了 这个区域就是在非常中心的一个位置 修斯顿的最中心的是中心在这里 可是大多数的富人区呢 不是在那个地方的 我们看到的Memorial这个富人区呢 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一个附近 这就是Memorial的富人区 然后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在Memorial的富人区的中心位置 我画的肯定不是那么精确 就大概知道一下 那中国城在哪呢 中国城就在这 所以Memorial这个富人区 离中国城的距离是非常近的 那如果有的人觉得 想买一个房子非常好的区 豪宅 然后又离中国城方便 那Memorial绝对是中国人的首选 也是修斯顿富人的首选 以前姚明也是住在Memorial这个附近 然后呢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Memorial 它离购物中心的距离 那这边呢 就是Galaria River Oaks 那一部分的购物中心 那离这边也很近 博物馆区也非常近 这个空间 那这一块 修斯顿正式的市中心 医学中心 都在这几个范围之内 那我们看的这个房子 是离这几个比较中心的位置都非常近 所以它这一块就是一个典型的富人区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它到底离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车程 离中国城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十几分钟 十五分钟啊 最高不超过十八分钟就到了 也就是十一个mile 如果它 离Galaria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十五分钟 十六分钟就非常近也就到了 然后再看一下它离其他的比方说 Medical Center Herman Park 修斯顿动物园吧 博物馆区 24分钟的距离就到了 所以整个位置真的是非常中心 也怪不得它就是富人区嘛 我们现在了解了它大概的位置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房子 它之前的一些报价是什么样子的 房子的一些报价 那这个房子是一个大豪宅 它历时了两年才盖好 它是什么时候买入的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它是2017年的12月14号才买入的 当时买这个豪宅的时候也花了不少钱 当时就已经花了一百二十五万了 但当时它是一个很破的小平房 然后等它把这个很破的小平房推倒之后 重盖 然后现在就是四百五十九万九的卖价在卖出 那它历时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这个房子盖好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 如果您在修正有房子需要卖出 或者是您想买入修正的房子 欢迎下微信 关注我们微博 联系我们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